金阳毛工作宝 本来是彭文生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演讲堂上演讲的记录稿 我今天讲的是金融周期 一、金融周期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讲起 美国金融危机后,这一轮经济复苏已经超过了100个月 是战后第二场的复苏期 战后,美国迄今最长的一次经济复苏是1991年开始的那次 实际上,1980年代后,再看图一到二 那么,既然每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是 为什么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经济周期变长,但容易出现大衰退呢? 在1930年代之前,无比经济学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货币中性假设 所谓货币中性是指货币的多少,只影响物价而不影响实体经济 所以,货币数量论讲货币的量新,货币流通速度等于商品的量新商品价格 货币流通速度,在货币中性的假设之下,1929年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反思 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 那么市场为什么会失灵? 在金融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没有金融危机 但是出现另外的问题就是高通胀,供给不足 所以到了1970年代,出现供给严重不足 经济增长傍慢 还有一个是新凯恩斯许派 所以随着金融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延伸 所以,经济是思维或者经济政策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任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针对的,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不仅仅在西方是这样的 同一时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 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 以上是金融周期的大背景 二,如何理解金融周期 上文提到金融和经济的关系 最顶部的叫做本位币 是最有货币性,最具流动性 也是最安全的货币形态 本位币由财政部和央行发行 在这之下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广益货币 再往下,私人部门的负债在特定环境下 也可以做支付手段 如,京东白条 广益货币金字塔中间的商业银行成款部分 是现在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一部分 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 要回答上述问题 货币投放还有另外一个渠道 在不同时期 两种货币投放渠道的重要性不同 金融自由化的时代 主要是现代投放货币 在此之前 主要是财政投放货币 当时叫财政质资货币化 这两种货币投放方式 对经济影响有何不同 财政投放货币的影响则有所不同 为什么现在货币潮发带来的问题是资产泡沫 而不是通胀 实际上 现代带来的不仅仅是资产泡沫 所以政府投放货币太多 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缺少一个机制 来制约金融的扩张 现代金融体系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通过期待创造货币 所以要想知道金融为什么国度扩张 那么货币需求不受制约 金融机构这些人都会理性吗 房地产价格和银行现在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机制 房地产是底压平 大家也会想 金融周期与土地的金融属性非常相关 正是因为回报期现场 综上所述 金融周期就是信贷和房地产价格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所带来的顺周期性 图二到二是我们根据房地产价格和信贷估算的 美国金融周期 从1970年代到现在 再来看日本图二到三 我们也估算了中国的金融周期 三 宏观政策角度看金融周期的调整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宏观政策有重大造成 现在大家意识到物价稳定不代表宏观经济稳定 现实告诉我们 第二个变化是财政政策 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边界也变得不清晰了 在金融危机之前 在这样的框架下 要促进金融周期调整 可能有哪些政策 一个是紧货币 也就是央行加息 如 2004 2006年 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1989年到1990年 日本央行加息的 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 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 所以这次中国促进金融周期的调整 吸取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 采取了紧信用 加强监管的举措 还有一个可能的政策工具 在金融周期下半场 债务问题 杠杆率的问题怎么判断 中国在2008年之前 短短不息是比较稳定的 2008年以后 期待大幅获章 刚才是从GDP的比例来看 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 政治局会议 都提到结构性去杠杆 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们不能把系统性风险 和期来源混淆起来 债务永远都是结构性的 如果按照行业来划分 还有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这种去杠杆的调整 对经济的冲击力有多大 只是寄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债务违元 一个是宏观政策 债务还本付息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用盈利 收入还本付息 所以现实中 从宏观层面来讲 就是凯恩斯的观点 先有投资 然后有收入 然后还债 所以政府的财政扩张 货币政策放松 促进投资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宏观政策抓手 总结来讲 金融周期下半场的调整 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债务重足 如债转股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很多人们 紧信用和松货币是不是矛盾的 我想主要还是大家的资雷 理念 还在受过去四十年金融自由化时代的影响 把货币和信贷等同起来 从价格来讲 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 中国当前从仅信用 仅货币转向仅信用 松货币 尤其考虑到最近债务违约增加 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理解当前金融中期 我认为要关注三个热点问题 一财政是紧缩还是扩张 今年预算赖财政是紧缩的 二价准会不会是央行货币政策放松的常态 前不久央行下调落成款准备金率 三占物调整 房价不调整 能否持续 不认为占物扫整 四金融周期的结构效益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信贷 现在和房地产天然联系在一起 现在扩张还加大了贫富分化 美国的情况更明显 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 所以从历史大周期方向来看 那么应该如何调整 另外还需要税收制度改革 所以要增加财产税 最后回到刚才讲的税收制度改革 此外金融结构本身也需要改革 上述两种金融服务不能混在一起 一金融重回分野阴影 所以要大破刚性兑付 二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 另外一个金融结构改革的思路着眼更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门TGNXYD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